我所见的叶圣陶 作者朱自清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 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 那时 刘言凌兄介绍我 到吴松炮台湾中国工学教书 到了那边 他就和我说 叶圣陶也在这儿 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 所以他这样告诉我 我好奇地问道 怎样一个人呢 出乎我的意外 他回答我 一位老先生里 但是 严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 我觉得 他的年纪并不老 只那朴实的辅色 和沉默的风度 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 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 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 是个阴天 我见了生人赵丽说不出话 圣陶似乎也如此 我们只谈了几句 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 便告辞了 严陵告诉我 每星期六 圣陶总回陆职去 他很爱他的家 他在校时 时常邀严陵出去散步 我音语他不熟 只独自坐在屋中 不久 中国工学忽然起了风潮 我向严陵 说起了一个强硬的办法 实在是一个 笨而无聊的办法 我说 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 但是出乎我的意外 他居然赞成了 后来细想 他许是有意 幽容我们吧 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 我们的办法 天然是失败了 风潮 延荡下去 于是大家都住到了上海 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 同时又认识了西地 玉童诸兄 这样经过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 很好的日子 大家聚谈的时候 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 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 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 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 自然多少要说些话 但辩论是不来的 我觉得辩论要开始了 往往微笑着说 这个弄不大清楚了 这样就过去了 他又是一个极合意的人 轻易看不出他的怒涩 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 陈报复章 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 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 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 给散失了 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 他是略露惋惜的颜色 随即说 由他去莫哉 由他去莫哉 我是至今惭愧者 因为我知道 他作文是不留稿的 他的合意出于天性 并非阅历世故 娇柔造作而成 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 是极艳恨的 在这一个月中 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 始终 我只看见他发过一次怒 那便是 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 我到杭州教书 那边学校当局 邀我约圣陶去 盛陶来信说 我们要痛痛快快游戏湖 不管这是冬天 他来了 叫我上车站去接 我知道 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 是会觉得寂寞的 他的家实在太好了 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 我常想 他好像一个小孩子 像小孩子的天真 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 必须离开家里人时 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 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 所以他到学校时 本来是独住一屋的 却愿意将那间屋 做我们两个人的卧室 而将我那间做书屋 这样可以常常相伴 我自然也乐意 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 有时下湖 有时只喝喝酒 在校时各聚于桌 我只预备功课 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 出道时 学校当局来看过他 第二天我问他 要不要去看看他们 他皱眉道 一定要去吗 等一天吧 后来始终没有去 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 是旧日的储机 童话的材料 有时却是片刻的感性 如稻草人中 大喉咙一篇便是 那天早上 我们都醒在床上 听见工厂的汽笛 他便说 今天又有一篇了 我已经想好了 来得真快啊 那篇的艺术很巧 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 他写文字时 往往捏笔伸直 便手不停地挥写下去 开始即中间 停笔筹数时绝少 他的稿子极清楚 每页至少只有三五个图改的 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 每篇写壁 他自然先读为快 他往往称述结尾的事宜 他说 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 看完 他立即封记小说月报 赵丽用平信记 我总劝他挂号 他说 我老是这样的 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 写的真不少 叫人羡慕不已 《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 这期篇 还有《稻草人》中的一部分 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 放寒假前 他便匆匆地回去了 他实在离不开家 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 无论如何不回来了 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 也是朋友拉去的 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 《晨报复刊》 看见他那时图中 私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 觉得怪有意思 北平回去不久 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 家也搬到上海 从此在上海单下去 直到现在 中间又被朋友 拉到福州一次 有一篇江离书写那回的别恨 是缠绵匪测的文字 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 有时到上海小住 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或喝酒 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 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 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 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 我接眷北来 路过上海 许多熟朋友和我践行 盛桃也在 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 他是照例地摸着 酒喝完了 又去乱走 他也跟着 到了一处 朋友和他开了个小玩笑 脸上略露迥异 但仍微笑地摸着 盛桃不是个浪漫的人 在一种意义上 他正是严林所说的老先生 但他能了解别人 能谅解别人 他自己也能作答 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 那晚快夜半了 走过爱多亚路 他向我勇周美成的词 久已都醒 如何消夜勇 我没有说什么 那时的心情 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 我们到一品乡 又消磨了半夜 这回特别对不起盛桃 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 他家虽住在上海 而起居还依着相聚的日子 早七点起 晚九点睡 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 他家已经熄灯了 关好了门 这种自然的 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 那晚上伯祥说 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 想起来 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 我便上船走了 一眨眼三年半 没有上南方去 进也很少 却全是我的懒 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 看出他心境的千变 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 圣陶这几年里 似乎到十四街头走过一趟 但现在怎么样呢 我却不顺了然 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 以半熏为度 进来不大能喝酒了 却学了吹笛 前些日子说 已会一出八扬 现在该又会别的了吧 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 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 但这些都不是厌世 如霍仁所说 圣陶是不会厌世的 我知道 又他随会喝酒 加上吹笛 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 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 如霍仁所想的 这个我也知道 好 这些都不是厌世的